我们尝试从人物 从城市来出发 来看看这一套独有的中国式的思考 在我们理解台湾与这个世界的关系之前 不能够不先理解台湾与大陆的关系 桃园有一个男的酒驾开车 结果车子突然爆冲 连续撞倒了四辆的汽车摩托车 造成一位摩托车骑士受伤 最后还整个冲进了路口的蛋糕店 那么这个酒驾男子要付起高达50万元的罚款 以及赔偿费用 原本的落地窗只剩下一地碎片 蛋糕店员工一人一只扫把赶着清理现场 就连冰箱里的蛋糕也被波及 不是碎掉就是被砸得稀巴烂 会变成这样全是因为一辆汽车冲进店里 就听到蹦一声然后那个两台车 两台车就在那十字路口的地方 就就在插状了啊 巨大声响店内客人和员工全都吓傻 完全没想到会有人开车撞进店里买蛋糕 当时就是这辆轿车驾驶酒后开车 连续冲撞四辆机车和汽车 高速撞击轮胎都飞出车外 店内的蛋糕师傅还因此受伤 事后警方赶到现场 一小时后抓到酒醉驾驶 而汤也将面临五十万的赔偿金和罚款 而原本好好正规经营一家蛋糕店 却没想到遇上酒醉驾驶 真的是天外飞来的五望之灾 追选简正风林文婷桃园采访博导